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北部的朋友呢應該清晨的時候都被這個雨聲吵醒喔 最主要呢剛好有一段水氣加上東北風 所以呢早上的時候這個對流雲氣在這個北部都有明顯的一個降雨 不過呢到了中午過後呢大概就慢慢緩和移冬移了齁 現在來說的話這個中國東岸其實有大片的這個水氣這個水氣呢 並不是很厚啦齁都是比較淺薄的 只要東北風一吹就容易有一些一個雨勢 不過這兩天呢比較多的雨是已經慢慢冬移喔 明天其實還是北部比較陰沉然後東半部比較陰沉有一些陣雨 西半部還是比較穩定 不過呢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就是說 因為馬上就有冷空氣啊明天晚上下來 另外一個呢關心的交流就是在這個 菲律賓東邊的這大塊這個海運呢其實慢慢慢慢水氣開始多起來 有慢慢成為颱風的一個機會所以現在來說的話還太早啦齁 這個禮拜禮拜五禮拜六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後續的一個動態 那今天來說的話這個東北部的漁降雨的還蠻明顯的 你看這個雨的這個分布喔 一層一層一層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東北季風險的一個降雨 整個台北都會到新北宜蘭齁齁且都有一些明顯的漁師 其他部分呢就相對的比較穩定一點點 不過沒有雨的地方很多地方也是霧很多齁 業很多齁 禮拜四會冷 禮拜五早上也會冷 禮拜六會慢慢的冬移 但是接下來禮拜天又有一波又會再下來 所以請大家呢 未來這一個禮拜 大致上會相對的是比較冷的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我們看一下會降雨的部分喔 事實上 這一波最主要是東半部 還有這個北部比較陰沉 西半部 你看這個大概是 陶竹苗以南呢 相對的就比較穩定 大概最難最遠大概可以 從這個台中做一個分界 這邊是穩定的 所以未來這一陣子都差不多 那北部呢 就顯得比較陰沉 那要留意的就是說 週四週五 這兩天呢 可能是陰沉的 慢慢要轉為偏 這種乾冷的一個情況 所以降雨機率會縮小一點點 明天還有喔 明天特別是說 東北角到宜蘭這邊 可能還有花蓮這邊還有一些雨勢 但是慢慢的在緩和當中 那整個來說的話 明天各位來看 明天這個晚上開始東北風 就會開始明顯的一個增強喔 就是明天下半天開始 東北季風又下這個就是冷空氣又再衝下來 你看這整集就是一個新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溫度也慢慢的明顯下修了喔 這個是預計影響到這個禮拜 6的時候 接下來禮拜天又有一波又再衝下來喔 各位看 很明顯的喔 大概是會有兩波的冷空氣 在接連在這個 禮拜四禮拜五 就是明天下半天到禮拜天會影響到台灣 請大家留意這個變化了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北部呢 首先要注意這個明天晚上喔 開始的變化 禮拜四禮拜五的清晨真的會很低溫喔 目前氣象局已經預估到 台北都會也到10度喔 台北都會如果10度的話 你如果就在空曠地區 像淡水啊 桃園啊 苗栗啊 新竹苗栗等地的話 大概就在10度以下 8度 7度都有機會 請大家多留意喔 這波 低溫的情況要大家特別注意 那白天回溫呢 會比較有限 大概10幾度而已喔 請大家跟這兩天的感覺 會有點差別 請大家真的要多注意 特別是 這個這樣的降溫呢 對很多年長者 是一個蠻大的這個考驗的 請大家給長輩多一點關心 室內的溫度能夠提升是最好喔 那預計到了週末就會慢慢的一個緩和喔 但是禮拜天又有一波又再下來 但是這波預計降溫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南部來說的話 大致上呢 比較沒有像北部那麼容易受到影響 但是呢 南部在這個嘉義啊 雲林 彰化 或台中 空曠地區 還是要留意 可能是在10度以下的低溫 我們這邊指的是 高雄台南的都會地區喔 是這樣的溫度 可是其他地區 中部的地區 很多地方是在10度以下 請大家多留意了 但是相對之下 白天呢 會有明顯的回溫都是20幾度 我們也很建議喔 週三晚上 明天晚上開始冷空氣就接近了 週四是一個大降溫的過程 週五清晨是最冷的時候 請大家留意喔 這個空曠地區的溫度會降到10度以下 甚至連北部的都會也有可能降到10度左右 那週六呢 就會稍微回溫 那週日呢 會略微再下降一點點 所以未來這一個禮拜 大概會有兩波的影響 請大家多留意了 好幾度 ox上地區的溫度會降到10度以下